去逛街 我们去逛街了 去逛街吗 要不要往前逛街啊 大家好 今天我在吴州市 回来看一下小朋友 然后今天出去逛一逛 吴州市很多这种俄司本店 因为是广西 然后跟柳州也不甚远 所以很多螺丝粉店 而且很多是广西的柳州 柳州螺丝粉的品牌 比如说有个什么爱民 还有个柳州仔那种 那是正宗的螺丝粉店 今天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这里的正宗的螺丝粉是怎么样的 这就是一家品牌的螺丝粉店 现在我进去尝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正宗的螺丝粉是怎么样的 一两一两女每个 嗯对这里是 再加这里两 嗯 人类的螺丝粉是八块钱 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啊 这里是四线城市的价格 这是我的啊 嗯 要辣的 大家看这就是正宗的螺丝粉 然后我放了很多的葱花 哈哈 哎呀 然后我用我要的是特辣的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粉是怎么样的 啊 有这种木耳丝 然后甘腐族啊 基本上是这样子 但是味道和深圳的完全不一样的 天冷的时候就要吃辣的 嗯 辣的我快流鼻涕了 太辣了 很多人说你是不是湖南人啊 或者是四川人啊 为什么能吃辣的 然后我说跟是哪里人没有关系啊 是跟人有关系 我觉得吃螺丝粉一定要吃辣的 如果不辣的话没有味道 带大家看一下这里 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小树林啊 这里一年四季除了下雨天 其他时间一律都是这样的场面 很多老人在这里聊天啊 打扑课啊 或者是干点别的事情 然后这里是我这家店之前开的一个门面 现在往前面迁移的 就是迁到上面去啊 刚刚那里不宽啊 大概是三十多平米 只能放两两三张桌子 然后我们现在迁到 上面之后呢 其实也不宽 但是采光好一点点吧 对 所以现在我带大家看一下 这里是政府广场的对面了 所以有机会来这里 就到我家里 请大家吃粥啊 这是我们是做这个铜骨粥的 卖呢 嗯 就是这样子 参观完了啊 这家店是 是我投资的 然后我爸帮我打工 对 为什么呢 他主要是想让他有点活干吧 但是他是挺辛苦的 这种工作 因为我们是煮那个粥为主 我们是做特色的东西 不做那种大众化的 所以那个粥很讲究啊 就是要熬那个汤底 要熬两个多小时 就是煤气用的特别多 就是要用煤气不停的烧 两个多小时 每天都是这样子 所以他每天是五点钟就起床 天天都五点钟起床 然后一年是没有几天休息的时间 特别特别辛苦 反正像我这种年轻人 我我干不来这种 太累了 大家发现没有 古舟的摩托车特别多 是吧 这几年相对少一点 因为很多人买了轿车 现在在中国大陆 买轿车真的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因为很便宜啊 国产的车太多了 因为国产车是不用交那些关税的 它不是进口车吗 进口车关税都占很大的比重 所以很多年轻人 像我这种啊 打工的都会买车 然后也有很多在工厂打工的也买车 首付只需要一两万的都有 然后全部下来落地 可能十万块钱就淘定了 贷款分三年 然后首付两三万块钱 所以很多人买车了 但是摩托车呢 在乌州一样很多的 有一年 我是在佛山买了一辆摩托车 要从佛山开回乌州 开了十几个小时 冬天的时候 跟随摩托大军一起开车回来过年 我们乌州市这里的摩托车 是在十年前是经常登上中央新闻的 为什么 因为广西它是广东 乌州市它是广西和广东的一个交界的一个城市 是广西的东大门 在广西的最东边 再往前就是赵庆 就是进入广东境内 所以很多在佛山打工的人 都会买摩托车回 那个场面非常壮观 不过现在已经越来越少骑摩托车回家过年 因为一个是交通很方便 坐高铁啊 然后自己开车啊 然后坐大巴啊 等等等等 早几年为了消除这种摩托大军的现象 国家会组织一些机构 爱心企业之类的 大家一起 组一些免费的大巴 给大家去做 回家过年 不用钱 所以现在 我倒是很怀念那个时期啊 因为大家有没有想过 你骑摩托车 和大家一起在 道路上一起 然后 跟广来自广东的 来自广西各地的人 在广东一起回去 然后在大街上 然后在那个国道上面 就是那样奔驰 大家都在往同一个方向赶 然后回家过年的那种味道 一下子就出来了 特别舒服的 不过有一点就是特别冷 特别的冷 开摩托车 在冬天的时候 开摩托车 走那么远的路程 手都很麻的 不管你有 有没有戴手套 都是很麻的 我记得我是摸 那个摩托车的发动机 都不怕冷 都不怕热 因为 因为真的很冷 手都麻了 去年的时候 我看了一下 那个央视的直播 摩托大军很少 然后 即便是这样 沿途也会有 很多的爱心服务在 就是免费给大家 说那个姜汤 免费给大家 发一些防昏服啊 等等 特别好的 我其实挺怀念 那个时期的 因为那时候 才有过年的味道 现在没有 现在大家穿个拖鞋 坐着高铁 就能去到 很久的地方 以后上午走 上午就回来 教徒特别便利 没有那种离家的感觉 对不对 所以 一定程度上来讲 这是 对我们的传统的文化 有一些冲击的 再加上现在有 疫情的原因 国家要开始提倡 就地过年的 这个政策 所以今年也是很少 人回家过年 小城市的消费 所以我还要再提一下 我觉得真的很便宜 因为一直没有讲过 在交通方面 在无洲 主要是 摩托车为主 大家都有电动车 摩托车 然后如果没有的话 很多人是选择 骑这个摩托车拉克的 坐这个摩托车拉克的 这些摩托车 但是如果你是 比较讲究一点的 要骑 要坐这个出租车的话 那也可以 价格是一样的 甚至摩托车会贵一点 我有一次去那个 万达 在万达广场 坐出租车回来 然后 大概路程是3.5公里 但是因为 有一点是特别不好 在无洲 它的红绿灯特别多 然后要等很久很久 每个红绿灯要等很久 它是没有调试过 应该是走了 红绿灯的那种默认值 所以要等很久很久 大概 从万达那边 三点几公里这样子 回来 回到我住的地方 花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大家觉得这个 费用应该是多少呢 是十块钱 刚好十块钱 有没有觉得 很夸张啊 半个小时 即便是路程短了 但是也花了半个小时 司机每天工作几个小时 拉一个十块钱的课就花了半个小时 所以我觉得开出租车千万别来小城市 因为邮费是一样的呀 全国都差不多是一个价格 对不对 那在深圳的话 如果你坐一辆出租车先别说 你要去多远 半个小时肯定是二三十块钱 这是肯定要的 所以至少三十块钱 我觉得 三十到四十块钱 这样子 所以区别很大吧 虽然说 湖州的房租很便宜 可能两百块钱就能找到一个很普通的单间了 以后五百块钱可以租一房一厅 甚至两房一厅 但是在深圳的话 我问过一些出租车司机 他们也是住几百块钱的房子 这样一比下来 我们就发现这个小城市坐出租车是不好的 是没有赚头的 我觉得 好吧 今天的视频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